时隔四年之后 大陆与日本将在东京举行首次安全对话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向记者表示 他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但美国欢迎中日改善关系 美国驻南韩大使李摩凯在首尔遇袭受伤 脸上和手上一共缝了80针 哈佛表示凶手作案的动机 目前韩美双方正在调查 索性李摩凯手术很成功 哈佛的记者会结束后 美国国务院又向中天记者表示 美国欢迎中日恢复高层对话 以及危机处理的讨论 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中的两个 中日关系影响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记者张国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